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轮不限 有可能就为别人直接不明真相的群众标成反贼 我们的嘲讽就比较高 所以说张松第一轮是比较凶险的 好 这里是国家跳了中 江维跳了反 这个佐词也跳了中 剩下的就全是反 好 我们是六号 以地位我们后面的身份都清楚了 其他人并不清楚我们的身份 咱们要不要演一把狼七八号 我们看看我们具体如何发展 这里进华佗也是反 看来反正不太好打 坑爹的主攻还离开了 叫阿多一拆四 记住他帮江维 准备帮江维觉醒 然后又拆了孙号 那这样的话 我们肯定要把忠诚的身份 嫁祸给孙号了 否则的话实在是对不起 对不起我们的位置 好 我们这里非常漂亮的 看了一下左手的牌 因为很多对身份认识比较初级的玩家 我们强制看一下牌子 其实没有跳 没有跳反 并没有坑害左词 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个行为标反 好 看这个流程拼命的打左词 估计左词挂了 救不过来了 因为他还有一次 他还有一次 这个战队 让他打国家血 何必就 主持人让他再打 是主持人打国家 国家还卖下血 这个何乐而不为的 好 我们看孙号 来 能砍主攻一刀吗 他正好断杀了 那这样的话 大家更加认为孙号是总 我们是反了 是吧 这个乐不思议也没有办法 江维毕决醒了 好 看看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局面搬过来 我觉得就是靠 裤裆里藏的凶器了 大家看到这个凶器 没 这个我们作为张松 哎呦 这家伙伟关心 都没有关到过这个乐的 真不容易 好 这个国家来了 这一搞 那我们能阻挡我们的 只有这个花驼了 他如果红牌比较多 又有木楼码 是不太好搞的 他把我们腾甲拆了 没事 这是帮我们 那我们多摸一个杀 又开五国服务 那我们肯定拿无中生有 对 拿简易码 简易码 我的错 是吧 我们不能光靠无中 没有简易码 你凸不了花驼 是吧 你看 把花驼的木楼码 给骗过来了 如果不是这个简易码 你说怎么办 你一看花驼手 是一个黑色的杀 太好了 咱们一杀 一摸 再一个酒 给一摸 再一个顺手 你的杀也给我 你这个杀给我们 是有用的 你看 杀完之后 还来一杀 这时候孙号这样跳回 孙号那已经来不及了 咱已经骗到了 花驼的哭汤 是吧 这个孙号大骂了 花驼一遍 这个吕布 祖宫高兴了 这神一样的翻盘 那就是靠我们这个六号位的神眼祭 那也是怪力 孙号 正好神断杀 是吧 好 华驼 这一个不谨慎 给到了我们 吕布 刘马 从事 也是葬送了 他自己 反折了 好局也跟着葬送了 这国家是内奸 咱们还没有玩呢 咱们现在要一个人还要打三个 是吧 包括这个这有无血的孙号 和这个能卖血的国家 好 但是我们这杀可真多呀 感觉都问题不大 干脆连着国家一起打算了 咔的一下子 再来一个 再一个火弓 咔的一下又中了 再来一个杀 死还是不死 国家要救吗 不救 不救的话 咱们再 有了还是打不动了 这拿个无踪 看看能不能开出来 又开出两个杀 死了没 谁杀 没人 再来杀 再杀 打一个顺 再能顺一张沙漠 给国家还没事 再顺一下 因为我被我无蟹了 那算了 乐住 把不留吧 给主公 然后弃牌过 留两桃一乐 然后再一个限毒 限一个数量千阳和一个桃 好 看看主公相不相信我们 也要是主公对我们 是无比的信任 对吧 在一个九杀 就将国家带飞了 如果我们是内奸 骗取主公的信仰 让主公裸奔的话 那其实 这个就更加精彩了 咱们就不在这 一赢了 这个主角先 他有几点 一他利用他六号位的 这个引地位 就疑惑了一下师分 二他是以代价 基本上是零代价 就是看了一下忠诚的牌 就获得了一个反贼师分 这个非常的弃朴 可见这几个 尤其这个话筒 应该是受批评的 把话筒的裤裤都骗完了 另外不在裤裤里 藏了凶器 诸葛联弩 这个藏得非常的稳 结果翻盘全靠他 好 主角ID这个不会练的 就是随便练一下 什么如风惊雷 随便练一下 如果发疑错误 大家谅解 感谢他的投稿 好 第二局又是一个忠诚 最后再四号位 这个要当影帝 还那么容易吗 主公是邓爱 我们是左辞 好 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发挥 哎呦 常常上架又是张松 会不会张松是个反贼 咱骗他一波 看看再说 是吧 好 这左辞又要把这个 这个界面 左边拉快一点 好 看他的化身 我们现在一共三化身 都比较分 张飞 这个化雄 跟高顺 咱们已经把张飞的咆哮 都晾出来了 一般来说 这种比较凶残的化身 应该藏起来 但那个高顺的禁酒 也比较凶残 是吧 不是 高顺禁酒 这个高顺的那个宪阵 也比较凶残 所以不好说 你藏哪个 好 这个这么一个方法 曹坯 跳了一个反 这个马曹 或者石油马牛是反 果然是个反 是吧 好 我们看张宗是什么情况 看了一下我们的诸葛连鲁 然后问挂了一下徐氏 然后把我们给勒住了 这个比较鬼 又没有勒出 又没有勒马操 有点偏反 是吧 因为主公被翻面了 他也没勒潮批 没勒马操 先给他标误反再说 好的 咱们没动 蔡芬林也没切丁咱的解决马 知道什么情况 戒瓜宇直接不玩了 这回场上 师父是在我们眼中 在反贼眼中 其实上不难认 反对已经认出三个了 是吧 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个徐氏一个跳个反 到剩下的蔡芬林 就应该是中 这个关羽十六八九十雷了 是吧 看看我们蔡芬林怎么动 他的犹豫 他的纠结 他选择猜我们 猜我们 然后找徐氏问卦 然后决斗关羽 我那个去蔡芬林也是反 这反对多了一个呀 这回奥斯卡 不是我们奥斯卡 是有别人奥斯卡 我觉得 这样看的话 我们看蔡芬林是九杀之谷 他不像是奥斯卡 是吧 然后潮滴把祖宫翻遍了 我们看到打不打祖宫 那看看吴宗森友 打不打祖宫 这一吴虎瓜肯定会打祖宫了 冠之虎杀 是吧 对啊 团到三个天 那这样的话 大家觉得哪一个最有可能是卧底 我觉得是这个 是吧 这个只干脆借了 老潮又是一个九杀邓矮 这这样一看过来 他只可能是张松是卧底 那没有别人了 那好 我们又来了一个暴力的流程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守牌术 流程 哎 果然张松跳中 这流程还比这个咆哮还好用一点 好 那个张松看了一个锦囊 正好有个过山桥 我这个去 又有一个树种千阳 这可以啊 这 好 这个九杀 把马超给杀残了 是吧 然后再来 还有一个火宫 摸一张牌 再来一个线图 我们是挂了咆哮的 开了五五风灯 咱们拿一个长 有长度 拿杀 同时 这有个方天化剂 这回我们库挡你 虽然也藏了一个凶器 但有可能这次更凶残的是这个方天化剂 我们的方天三杀了 好 看看 不过待会张松 县图也不要紧 那咱们保留咆哮吧 保留咆哮 县图县杀 好 来 把这个八号队一搞 然后再一个 顺口切羊 借刀杀人 是吧 铁锁连环 这桃子这一吃 然后先用这个红杀 先用雷杀了 那可能红杀 三杀的时候 为了带上这个人王盾 可能是这么想的 先刺桃顶顶 然后三杀 啪 来个呀 杀了一个王盾没杀到 菜本死了没 那个死了 死了的话 有机会还能三杀 哟 结果来了个伞 那就没有机会了 那本身马超也杀死 知道反正也没桃子了 是吧 然后这个拆 哟 来了两个拆一个火弓 那个能把他火弓死吗 哟 你看我们的排序有问题 先用这个梅花拆 看什么 先用这个黑桃拆 是吧 最后这个有点魅忠不足 我们还有一个黑桃藤架 可以在火宫的时候使用 肯定是这个黑桃才可以用出去 好 这个徐氏最后拼力一搏了 看看能不能把主攻秒了 曹平也把徐氏给翻了 以求徐氏能够再找到进攻牌 没有找到 但是也肯给力了 看曹平再让徐氏问卦 能不能再拿出一刀 我们是没桃子了 只能指望主攻跟张松了 这个主攻手上酒和桃还不少 那是五个田医血挂得没死 是吧 好 那这后张松又来 好 杀我们是对的 我们继续卖 不要紧 卖出一个黄钟 然后实在碧梁春段中了 咱还可以用刘成 是吧 好 那么这还是选择猎弓 张松来送一个杀 一个钟 把曹平给种死了 但是那一下子倒下了 是吧 然后徐氏直接摇了白脸库 因为徐氏刚才是最后一搏的情况 是吧 如果他现在不摇白脸库 他待会翻回正面 总共五个田 可是要把他脱光了干 那这样的话 他可能更加 面临更加悲惨的命运 还是早早的摇白脸库 投降比较好 好 这位主角艾莉谢金 感谢他的投稿 好 这把我们是一个伤后位的内奸了 主公司是哪一位 你亮出来看看 等等等 戒刘备 哎呦 这是我们的远房亲戚 咱们来当一回 小类跟他玩一玩 这是一个戒刘备 戒刘备 是可以出杀的 好 悲悲乎 鸡康 还是个动态皮肤 很屌的样子 马术一上来 他跳个反正 为什么不先拿八卦呢 是吧 这牌序 可能有点诡异的 他可能觉得自己有八卦 就不拿八卦 但那个杀 知道你不会被挡掉 是吧 好 那我们一上来 这个钟还是跳得比较到位的 是吧 对他是又抢牌 又杀又兵 这一通操作 估计马术要成为第一个倒载 这个这里的黄魂了 这个曲艺 我去这一下决斗是凉血吧 是吧 跳个钟 因为他守牌数全场最多 这游巫现在已经摸到六牌了 那曲艺就不会凉血了啊 打赵云就是一血了 是吧 他这个比较寂寞 没人打 给了一下赵云 但这个位置赵云是忠诚的 可能性比较大 果然忠诚有点内讧的家伙 啊 内讧对我们来说正好 只管内讧 你们反正 因为反正反贼就要少减员了 是吧 忠诚内讧一下 并不一定是坏事 好 反贼减员了 我说马术 二后卫的马术就干这一轮了 是吧 因为马术这个将 现在改了之后 他没有防御力 他最好是后卫 然后争取一个篮板 把别人的装备抢一身 来防御 是吧 否则的话 你看很快就死掉了 他也是主动让贝鱼狐收了 否则的话死在流背 收了 他划不来了 好 贝鱼狐猜杀 找一个冲 找一个防御力 还是有保证的 贝鱼狐可能觉得反正手牌 也不易出 让他冲便 好 吉康 这里比较寂寞 左右都是队友 是吧 吉康应该这把很难 有什么发挥 但曹冲是比较讨厌的 我也是知道 他会撑出杀人叶来 这一杀刘备 牌欧玉 或者桃子被扒了 古灵刀 在裤裆里藏着凶器 被扒了个杆戒 好 贝鱼狐要给了赵鱼 一个傀儡 这场上 基本上 已经还好 只有两个傀儡 这把贝鱼狐 只剥两张牌 要觉醒不太容易 是吧 好 咱们正好来一轮 纯将 可惜只有三个势力 这回没有无势力 还是比较少见的 好 这个 居易要搞 这个卑鄙呼 结果 因为卑鄙呼离他比较远 是吧 所以不能 中他的伏击 可以打无限 好 赵鱼这一冲 卑鄙呼 看看 这个 不能把你走 就到吉康身上 吃个桃 空手 杀赵鱼 赵鱼 居无可冲 是吧 吉康有距离摸 伏击全 哎呦 一个顺手切羊 伏击是要顺距离 赵鱼说 憋 憋 我手上可能没杀了 你别再拿韩米剑打我了 赶紧甩了一个无限 是吧 好 这个 居易叫刘北 赶紧给牌 我好 打出两点 来个交织 打出两点伤害 好 赶紧给牌 回血 那这样的话 卑鄙呼 大概每轮 能够摸一牌 拉比利 曹冲是有可能断杀的 二话不多说 我们先把曹冲给干死 觉得曹冲比较讨厌 把这一个九杀下去 曹冲撑了 我那个去 你拿一个 诸葛联冲两个杀你什么意思 你要干死主公 不成功 那不客气了 那咱们必须开这个外界七八 继续要你的命 咱们被这个姬康 欺贤一下也不管了 结果姬康又无限了 咱们还有火攻 这次要把曹冲给搞死 我已经看见他的凶器 跟两张杀了 是吧 好 曹冲被我们搞死了 松了一口气 现在进入这种 六人局的主宗方 比较在优势了 是吧 好 他这个去去 开淘争结议 给姬康回了血 姬康又让刘备掉了一滴血 给他刘备一个装备 刘备现在还是三血 进入内奸比较讨厌的 祖禅中强状态了 现在的话 如果背闭乎 背闭乎现在是没距离 他如果有距离 肯定是会打刘备的 姬康肯定是打刘备的 那这两个忠诚 怎么办呢 背闭乎已经摸到六张牌 眼看就要觉醒了 是吧 刘备也说女人要醒了 每次说狂回血 让曲意来输出 我们应该做啥呢 我们先找姬康要了个桃子 开始杀这个区域 一个灌之符 灯的一下灌上去 然后乐是乐 背闭乎 让他觉醒不了 是吧 好 这个区域来了 武牌 这一杀 背闭乎散掉了 因为他不在他的武器 武器范围内 否则的话是要掉凉血的 好 赵云把咱的灌之符拉了 要强上 背闭乎 背闭乎散你灌呢 你灌呀 哎呦 他又不灌 我只望这个帅哥 露了菊花之后 好堆服一点 结果造型很阴险 没有使用灌之符 光站着毛坑不拉死 拿着神器也不发动 好 姬康断杀了 背闭乎认识 还插一个区 是吧 连续 两个乐不思索 很好 这样刘备乐天过 可以回血 我们只求 闪电不要劈我们 如果被劈了的话 就麻烦了 是吧 好 闪电没劈到乐 乐中了 那不要紧 他们摸二七 怕摸七过 好 把铁锁留着了 也藏了一个兄弟 把区一劈了 但是闪电把我们控场 是吧 松了一口气 那现在只剩赵云了 赵云我们是可以对付的 咱们找了问记 他给杀 我们杀 他是不能出证 我们的 是吧 他给伞的话 他手上的伞也不是很多 因为他回合内 要去冲别人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伞 好 比如说这要把牌 放在木油码里 干了来杀赵云 赵云比较郁闷 那我们要告诉赵云 还是有机会的 虽然祖宫在包养赵云 但是 赵云 祖宫的血也回马了 哎呀好啊 大家都在铁座上 拿过木油码的一个角杀 让我们掉泥血 不要紧 给了个白鱼狮子 咱们再一瞬 拿上诸葛连鲁 吃桃子 把木油码挂上 把桃子藏一下 我们先杀鸡康 收牌 那也行 看鸡康 这我给刘备决想 那是正常的 我们不把桃子藏了 木油码里再搞 无所谓 这一次冲 只冲了我们的一个家里马 我们这个蓝牌 直接进入单条 那就好玩了 你即使刘备 也不过刘备这个是猎险 猎险还比较麻烦 你看他给牌 回我们血 是让我们掉血的 这一下子两排叉 是吧 这个两血叉 才不是两排叉 是吧 两血叉 但是他给了我们两张牌 但过财是一张废牌 我们只能用一个沙 让他掉一滴血 好了我们一个桃子 待会刘备 幸亏咱有个诸葛连鲁 是吧 你看刘备 如果没有诸葛连鲁的话 我们下次只能打他一滴血了 但是因为有诸葛连鲁 他给我们两张杀 虽然拉了两血杀 但这两张杀 拍回他身上又是掉两滴血 所以说刘备还是亏的 即使有吉康的猎险 也战胜不了我们 咱们桃子还是比较多的 这国拆桥 数据枪都是废牌 刘备肯定手上是没牌的 是吧 来来来再塞再塞 然后又塞了一个杀 回一滴血 然后又让我们掉一滴血 是吧 这个不给装备吗 排队你剩余一牌是零 我们现在怕就怕 给个装备把咱的诸葛连鲁 给搞没了 那就不好玩了 是吧 好 不过刘备看我们五股功能 又来了一个桃子 刘备已经觉得撑不住了 他也是确实撑不住了 那么这个桃一师再杀一下 下回又是一滴血 再给我们回一滴血 然后我们他给个什么牌 反正我们有个诸葛连鲁 摸到多余的杀 都是可以把他给拍死的 这回我们的主角爱丽 叫宇宙第一火术 这个刘夕碰见了猎贤的刘备 幸亏我们初期的状态 那一个惊艳的铁锁 那个苦当领 藏了好久 终于发挥了作用 好 宇宙第一火术 感谢他投稿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主攻 一号位 选哪个第一牌 还是第二牌 一二三 揭晓吧 第一牌戒曹操主攻 是吧 好 看看 这个终于不是 一个非曹皮孙奔的主流主攻 是吧 好 咦 这一上来 这个手机卡 发来还可以 一个无中生友 两个无中生友 要不要搞一下圆追尾 我觉得不搞 锤唇 咱们还比较谨慎 我全给我们了 这个九杀佐石 这个刘备 给完之后 直接突破 这个忠诚有意思 有意思 那好了 这个你肯定是反贼了 肯定是发牌了 好 这个刘备一上来 不会死了吧 咱们有两个桃 还扛得住 合者两地 斗者两伤 好 这是我们的忠诚 你看这个刘备 瞎忙去啥 逐运 跳了一个反贼 把我们忠诚 给不快忙死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蓝帽万剑 都有那受影响 好 这个法刘 跳了一个反 杀 那个胶心脱 脱一剑 就可以不掉血了 好 这个国家 也来 顺手牵羊 顺灯爱 同个田 是吧 尾杀 再一伞 图了一个红桃 好 看这个国家 气两个杀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个借刀杀人 灯爱也是个反 那又鼓励 暴门留背的菊花 杀我来过去 那这样的话 国家是忠诚 或者是内奸 把武中给顺去了 我们吞的武中 结果便宜了 犯贼呀 亏呀 那个屈魂吞郎 哎呦 这这这这 这纸盒 还有多个影帮着改判 哎呀 这下犯贼好凶残 好 这徐医终于忍不住 放蓝帆 咱们拿还是不拿 拿了 你把刘备放死了 咱们不叫了吗 叫 那你叫你这个蓝帆怎么办 啊 我想那祝 我们的作词要死了 这个刘备也会限制我们放蓝帆 那感觉不太划算 是吧 好 这个国家卖一卖 给了我们一个淘亿结益 淘亿结益 那我们要先放 桃园再放蓝帆 还是怎么个搞法 或者用这个铁锁 果然是先桃园再蓝帆 或者是尽索千阳 然后 估计要铁锁九杀的家伙 和和拆桥 铁锁连环 要从灯爱下手 九 雷杀 尽索千阳 雷杀 他这里 拆他的这个荣光盾 没啥意思啊 为了刘备能够激功 那确实不用拆啊 刘备打刘夺盾是 是不需要的 他无设杀 你还不如用来拆着别的呢 这个刘备杀了 这个桌子行 跟灯爱打成四个天 伐阵再找灯爱 推一个天 是吧 灯内一下的灯爱已经 五天在手 好吧 国家乐了 还会灯爱要爆发了 那我们这一身 行头估计都要被搞掉了 是吧 国家也中了乐 手上有什么弄死 我们不知道气了没 看看 这个肯定是顺武的 冠师傅 然后就顺刘备的 八卦阵 可以齐密间的 还顺国家手上 有个弄师傅 顺了之后 应该是顺老马 顺光了 肯定这种事物 在国家手上了 救不了刘老板了 就被安心的去 国家手内奸 决斗 然后再一个乐 肯定是 把国家先打了之后再乐 但是发现没有 他没打我们 这一通操作 都没有对我们 造成任何的影响 好 那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拿了个诸葛连鲁 诸葛连鲁 整个酒杀 被散了 那是彭仁了 没办法 还有一口酒 这次赞 我希望你下次散不了 好 登岸今天又判胡桃 这回没有诸葛连鲁帮忙了 国家也判个胡桃吗 还真判了一个桃子 行动了 打工吧 内剑 打工吧 还没剑 八八八 多么希望他能发生掉血 内剑跟反贼 互相 自相残杀 好 登岸这一打 漂亮 给了一个杀 还有一个乐 这里可以去 那不要紧 反正这两个伞 目前来说是多余的 是吧 好 去胡桃囊 打国家 反正想先干死内奸 只有是血量嘲讽 咱都是卖血 但咱无血的国家 就是个三血 眼看就被打得不行了 咱把伞都气了 急火点不在我们身上 就等着又有铁锁连环 又有酒 又有雷杀 又有朱莲 又有拉曼努 可见咱们子弹 存够了 是吧 希望不要再出乐不思索了 好 这个冰箱准断 登岸又过了 是吧 过了之后 就可以继续帮我们干国家 国家分开牌 要够点意思 循运估一下 驱虎吞篮 这个驱灯爱 搞国家 国家手上还有酒和桃子吗 我们是啥都没有了 还有一口酒 再要分点牌吧 分了一个没有太大作物的 是吧 好 这次你摸两沙 就是爽 来 结名吧 结谁都是一张 再一个沙 最后再留酒沙 确保他没闪 他一直不截自己 那就好 你不截自己 就确定你手上是 真的没闪了 这时候酒沙来了 连着灯爱一起倒霉 是吧 呜 法则手还有一个蓝牌东西 拉这一下子 我就掉血 他们血多了是 是吧 灯爱这轮不死 我再来一个蓝牌 看你还死不死 再来一个蓝牌东西 给你一个伞 反正也不要紧 是吧 好 死了没 等死了 是吧 然后再吃个桃 直接过 就是过 过个菜脚 现在不要用 哎呀 又给了一个蓝牌 但是这回拿回去的时候 没有拿这个蓝牌 还是把我连弩拿了 是吧 正好抽了一个无限可击 好 法则带有个过额拆桥是吧 好 我们看看法则肯定是死了的 好 这个过额拆桥都用不着拆法则了吧 对 咱们腿软 先不慌 先让法则再替我们打打工 是吧 好 这个雷沙的一个伞 法则 这个看看郭家 那这样郭家的话 会不会这个让他收三张牌 对不不利呀 那郭家已经回到了三选了 咱们现在要出手收这个法则吗 好 这个过额拆桥 这个过额拆桥 好拆光了 看是这样 样子是要收法则了 那郭家进入单挑 咱们仗着有藤甲吗 还是怎么说 还是用八卦阵杀了郭家一下 行 弃牌过 不用弃牌过 这有三个伞 那行 咱们因为有八卦阵的存在 还是不怕郭家摸牌的 虽然一选摸牌 他的牌要能有效使用才好 那为什么不怕八卦 这是什么操作 应该是按错了 咱们就是因为 可以用八卦让郭家白号牌 当然也可能是我们手牌比较多 反正那个伞也是要弃的 这回要判八卦了 是吧 看现在他即使卖了血 他卖到了杀 也不一定能够起到真正的时效 尤其是现在郭家已经没有距离了 是吧 他即使卖到了杀 他也不一定用得出去 哎呦 就来个骑鲁鱼刀 当我没说 这个决斗 哎 没杀 咱们也是三血 但是有八卦 也是可以挡住你的不少杀的是吧 好 郭家就表示没杀了 又吃了个桃 咱们的路来两无中 来了一个桃 来一个活宫 呦 没命中 起一个斩链 再继续跟他慢慢玩 是吧 好 那国家一直在断杀 那咱们就不怕 你败吧 国家也知道 现在不能随便败 手上的桃子有限了 是吧 好 再一个借刀杀人 把你的距离下一下 然后再一刀 但他还有一个简易码 不要紧 你有你的简易码 咱有咱的八卦证 好 又给咱送一个决斗 这回没有拿决斗 咱们选择摸牌 就摸了个无限可惜 好 咱们再来个放无限 下来一个杀 砰 下子 还有9 行 下轮再收拾你 是吧 你这么多牌 你能打动我们的八卦吗 甭 还真打动了 好 那不是咱有无限可惜 问题也不是很大 他还有无限 不要紧 反正咱也不弃牌 再杀 咱八卦再来 挡住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仗着 有八卦是不怕你卖血的 只要国家 他的用牌能力下降 有无效牌的出现 咱们就只管让他卖 这样的话 我们肯定是赚的 虽然他是一个一血换两牌 但是他因为很多杀 被我们毫不费力的 毫不费牌的挡住了 所以他是亏的 现在就得谨慎了 不过好在他也只成一血了 是吧 好 果彩桥 一个决斗 就飞了林内 拜拜了林内 是吧 好 这次曹导主一上来 不然这有一点 有一点消极的 忠诚牛背 是吧 一把牌给了之后 然后忙举了一个队友 但是我们还是靠着自己 过强的能力 还有要感谢厂商郭家 替我们拉的嘲讽 是吧 在二对三的时候 这嘲讽居然都在郭家身上 是我们在安心的裤裆里 可以慢慢的腾宝贝 存在最后 给反映了一个surprise 好 主角ID杰傲王子 感谢他投稿 今天的视频部分就到此为止 感谢他 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了 我们看看三国 好 今天我们来看新三国沙的这位徐荣 这前段时间通过起伏 才能获得的比较刁砖 隆重推出的一个武将 这徐荣进入了三国沙 这个武将是很有意思的 我记得以前 因为我年龄大了 是吧 我以前是不知道 不太记得这个三国人物的 但是最近他突然一下子 被网民们捧上了神坛 徐荣估计他自己也想不到 在他的一生最辉煌的时候 是进入网络时代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被捧上神坛呢 因为他生前干过了 两件非常牛逼的事情 一就是我们大家所为熟知的 差点打死了曹操 在群雄讨伐董卓的时候 我们知道曹操曾经率兵去追董卓 是吧 结果中了伏兵 以前的将领就是徐荣 差点把曹操给干掉了 如果不是曹洪把自己的马 让给了曹操 曹操当时故意就在那里交代了 就搁了屁了 那历史肯定是要改写了 虽然历史大势不变 但是主角肯定不是曹操这一次了 好 这是徐荣他一个刘逼的事迹 还有一个刘逼的事迹 吴国的武裂皇帝孙奸 也在他手下吃了亏 也是在群雄打董卓的时候 孙奸打董卓一直是打得很爽的 华雄就是死在孙奸手下 是吧 但是碰到徐荣也是被一顿暴打 这是徐荣和李蒙 这两个董卓手下的将领 把孙奸给狠狠的教他做人 可见这三国时代 魏国的武皇帝 吴国的武裂皇帝 两个武皇帝都在徐荣身上 这里倒过煤 这在通过网民这一炒作 徐荣想不红眼蓝 因为一般老百姓的理解 军事战争哪边人胜利 就是靠祖帅的能力 看祖帅流不流逼 那曹操孙奸这两个这么牛逼的 开国皇帝的级别的人物 都没有徐荣流逼 你说徐荣厉厉害 那就是三国第一神将 什么什么的 他又这样给吹起来了 但是听过看三国人 多的人就应该知道 这个战争的胜利 那个主将的因素 那只是一些之一 而且还不是主要的 有一句著名的话不是说了吗 战争是外行才去看战术 内行都是关心后勤的 哪边的兵援充足 粮草充足 是吧 在哪边就能够够占据胜利 大概是这个情况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说徐荣如果真是三国第一神将 他怎么会稀里糊涂的就死了 我们知道徐荣那个死了 是很简简单单 稀里糊涂的就这么挂了 实在干掉他那两个人是臭名昭著的 李绝跟郭氏 这个他们在假许的传统下带兵杀向长安 王允派徐荣 胡诚跟徐荣在兴风跟那两个干 结果徐荣就这么被打死了 这很轻描淡写的余画就被李绝郭氏给打死了 这个胡诚就投降了 是吧 为什么徐荣他既然如此厉害 为什么会死的如此轻易呢 很简单 我说的战争绝不是靠个人的勇武 个人的牛逼就能左右的 自身的因素多了 在我看来是徐荣他的政治战队战错了 政治战队是很有风险的 我以前说过 这里文和乱武的四个武将都放出来了 李绝郭氏 繁愁张继 是吧 这四个人不用说 那肯定是在董卓死之后联合起来 要杀向王允 找王允讨公道 同时准备携天子以利诸侯的 是吧 这个李蒙 胡诚也是 跟他们也跟这四个人一样 也是加入了他们这四个人的军团 是吧 相反徐荣 他应该是准备投靠王允和吕布那边 是吧 他可能 当然吕布可能没有王允这个贵族 刘逼了 相当于是徐荣 他准备跟着王允混 但是其他的这些梁州军团 都是董卓的旧部 都准备自己单干 梁州军团自己说了算 结果徐荣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去占王允 自然就被历史的车轮给撵碎了 但是 我说过多少次了 这种战队 虽然他死了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对他来说 他肯定想多活一段时间 但是对于后世的民生来说 他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死了 你想把他捧成网红 都难 因为徐荣他是死在反面人物手里 这样别人在捧他的时候 怎么样也可以为他惋惜惋惜 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正面人物来描绘 他如果跟着李绝国士 他们同流合污 最后死于内讧 那肯定就没人催他们了 是吧 这个繁愁张继 尤其是这个繁愁 那不就是死于内讧吗 虽然他这是他笑到了 他这个赚到了 是吧 他大捞了一笔政治资本 但后面梁州集团开始内讧的时候 繁愁第一个被淘汰出去 是吧 张继后来也被赶出去了 后来也是打刘表的时候被打死了 然后李绝国士 这两个人虽然流逼了一段时间 后来这两个人也开始内讧了 这个都两个人撒红了一眼 最后终于被曹操捡了便宜 是吧 这我以前砍过的 在李绝国士肯定不是历史上 描写了人头猪脑的样子 但是这种集团的内讧 在当时 甚至在后世 那都是驴语在发生的 我们虚荣虽然这次政治战队战错了 但是他却死在了这次内讧的前面 留给了后人 把他捧上网络神将的资本 所以说人生的机遇 政治战队 不知道 确实是很难预测 怎么战 怎么做 是正确的 好 与此相反 有些人就是无法走红了 我们说徐龙他死在反面人物手里 所以他可以走红 但是打败曹操孙坚的 绝不是徐龙一个 我们最 我们最著名的一个皇祖 不是干过吗 孙坚就是被皇祖打死的 是吧 大家这个我以前砍过的 这个皇祖的手下女工 把孙坚给干死了 但是他干死了 孙坚他都没法走红 因为他最后算是孙权 怎么样也算是给他爹报仇了 是吧 他既然如此 被你干死的孙坚的后人给付了仇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同样的 还有一个人可能比皇祖还没有名气 那叫周昂 他也打败过孙坚 我以前也提到过那么一点点 是吧 当时孙坚是跟着元素混的 周昂是跟着元少混的 这两个元家是对头 是吧 然后我们的元少 他元素先让孙坚囤在阳城 跟董卓搞 结果元少跟元素说是联合对付董卓 实际上还有内讧 元少让赵昂把孙坚给赶走了 元素一看又给孙坚派了援军 让孙坚跟孙坚一起又去打赵昂 结果还是打明 孙坚还被赵昂给射死了 是吧 这么看来赵昂也是一个很牛逼的人物 但是他也是走红不了的 我同样的 因为还是被孙坚的后人报了仇 是吧 这个人叫孙奔 这个不是调侃孙策的孙奔 那是真的 他的名字叫孙奔 应该是孙坚的大侄子 是吧 在孙坚死后孙奔孙策 他们都是 包括武警的 都是跟着元素混的 我以前砍孙策的时候 提到砍吴国泰 他们那一支外戚的时候提到过 是吧 最后是孙奔替孙签报了仇 把周昂给打败了 对吧 所以说周昂也就没法走红了 是吧 同时周昂 周家还是一个很牛逼的家族 在会计郡 是会计周氏 里面有三个人都在历史上 留下了一点名气 名字 记载 一个叫周星是大哥 周昂好像是老二 老三叫周荣 图片都没找到 就更没什么名气了 是吧 那我们这里周庸的结局 是什么 被许共杀死了 这里记载周昂前面不是说了吗 被元素派孙奔给打败了 是吧 被打的过程中 周庸去帮忙了 结果还是没扛住 败了之后还乡里 乡里他们就会计郡 结果被许共给干掉了 许共大家都知道 这家伙后来被孙奔 孙策杀了 然后他的门客 又把孙策给刺杀了 总之也是当当地的一个大游人 是吧 这是周庸 这是三地的结局 然后大哥周星是什么结局 也是跟着孙家人在打 也是元素派武警去打周星 是吧 打了半天 结果武警终于把周星给打走了 这里还显得很浪漫 是吧 武警喊着老百姓敢跟周星混的 把城破之后 那肯定就要屠城 杀无射 周星一看 这样的话给老百姓留条活路 所以他就撤退了 当时是在攻打丹阳郡 元素是派武警去接管丹阳郡 周星是元绍派那边派的丹阳的太守 结果终于被扛住武警的进攻 也是还本郡 也是回到会计郡去了 但是他没有被许共给搞死 他还本郡之后 跟着会计郡的一个大佬 混了 这里是亮了下吴郡泰 因为吴几是吴郡泰的弟弟 可见吴家的人也在元素的帮助下 当然也是替元素打工 打败了周星 周家的大哥 好 周星回本郡回了会计郡 是跟着当时的会计太守王朗混的 我们知道孙策平江东的时候 王朗是他其中的一个敌人 是吧 所以最后他是作为王朗的马仔 出马跟孙策打 结果被孙策给干掉了 所以总而言之 曾经多次打败孙策的周昂 反而周昂的结局什么 没说 只知道他的大哥周星三帝周庸都死了 周昂十九八九也被孙家人给干掉了 所以说周昂虽然打败过孙策 但是最后还是被孙策的后人负了仇 就像皇祖虽然杀了孙策 最后被孙权负了仇 所以这两个人都无法像徐荣那样 死得非常及时 从最后终于成为了一代网红 被一些网络文学的爱好者捧成了三国神将 人生的际遇都是要考虑个人的奋斗 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还要剩下的还是要看自己的脸 是吧 运气好的 毕竟如果长得帅运气就好 我们看徐荣那个插画多么帅 好 今天就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接着谈 我们下期接着谈